大家好 我是虎聯副理事長 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呂耳穎 今天我帶大家來看一看 阿瑪拉前地轉乘集第一期重整工程之後的狀況 跟我來看一看 現在我們先來看一看線路重整的情況 大家現在在現場都看到 包括在指示牌 我們看到月台的各個線路都有所改善和優化 同時我們分別會停靠阿瑪拉前地和葡京酒店的線路 現在亦有所重整 只會停靠在其中一個線路 而且這個線路的分佈亦是比較清晰 方便乘客的查詢路線 但是我們期望在後期第二期的優化當中 我們能夠在車站的車道的指示方面 是有所進一步清晰的 包括就是往路環 往坎仔的路線 我們能夠在ABCDE這些車道上面 都能夠有所標示 方便我們乘客能夠很清晰看到 我如果要去坎仔或者路環的話 我是搭哪一區的路線 而重整之後 亦都新增了近財富中心一側的F車道 分別有兩條巴士線路 是往九澳和黑沙海灘的 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面 是標識了一個方向的提示 看到有請望左和對線的請望右的提示標識 是提醒了行人一個過路的安全 好 我們再來看看等候月台的優化情況 首先我們會看到 地面重鋪了一個防滑磚 亦都看到在我們後車的區域 是增設了這個後車的設施 這點也是做得比較好 方便我們市民能夠有秩序地上車 好 今天我們在現場看到 亞馬拉前地轉乘站 在工程之後是得到了優化 但是我們仍然有幾點的建議 期望當局能夠在第二期工程的時候 能夠繼續做好相關的工作 第一點就是我們看到 其實是在後車區設有無障礙的等候區 但是它相應的上蓋 其實亦都未能夠覆蓋到 這個有需要的人士使用 我們期望將來在工程當中 能夠優化到能夠加設上蓋 能夠為我們的乘客 提供到一個遮讓擋雨的商用設備 第二點就是現場所見 就是未有電子報站系統 我們希望亦都可以 好像其他的等候區一樣 能夠設到電子報站系統 方便市民得知巴士的倒站情況 第三點我們也看到有一個安全的隱患 就是在這個等候區的方向 我們期望將來能夠在這個等候區裡面 加設一些適當的圍欄 保障市民在巴士來到的時候 不會走出馬路 到這個安全隱患 謝謝